其实啊 这本书也没写什么大不了的 它就是讲了一条狗的故事 但是 不要小乔这条狗的故事 他教给我一个道理 不论生存的环境多么幸福 生命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作为医者 对待我们的病人 就要待之如兄弟 待之如姐妹 哪怕他是一个小偷 是一个妓女 我们都要悉心爱 爱他们 就是爱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两天我一直在和他太阳接通 可他对我的街头暗号 竟然毫无反应 好 韩城那边也出事了 他在邮轮上头部中弹 被巡捕方送到同纪医院进行抢救 现在还没有苏醒 在船上是他和敌人开的枪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你的任务 还是要尽快和七星剑取得联系 在事态没有明朗之前 你是离朱天德最近的通知 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不能轻举妄动 时候不早了 赶紧回去吧 记住 要仔细观察蔡李坤 耐心等待 那他又是一直都不跟我联系呢 一切还是等我下上级组织汇报 后再做定夺吧 苏先生 您找我 蔡先生 不是我找你 是这位先生 是吗 蔡先生 我想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蔡医生还真是贵人都忘事啊 上午在顺泰码头 真是没什么印象啊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这位是我们租界巡捕房的 薛宁探长 薛探长 我今天来是恶归原主的 老五 我今天来是恶归原主的 老五 这当时船上太乱了 我就急着离开 连箱子都忘了 真是的 蔡医生既然是做头疼舱来的 枪案的时候一定在上吧 方便的话 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 当时您看到的细节呢 是吗 这说起来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枪声一响的时候 我就爬地上了 一开始在舱里 后来枪声一吸我就夺门而逃 连自己箱子都忘哪儿了 这哪儿还顾得上什么细节 正好 他又怎么样 没错 是例行社偷出的人 听说他们发现了一名共产党特派员 在传江靠岸的时候双方发生了火拼 结果是同归一几 全都死了 他们例行社对外宣称是五名劫匪 在抢劫时发生了内讧 自相残杀全部丧命 但事实其中四个是他们的人 另外一个是共产党特派员 我听说那个蔡医生也是从这下来的 这么巧 我从来不相信九 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 川已经被查封了 请你们赶紧离开 你赶紧离开 院长 您找我 老黄 把这箱子拿到蔡博士的房间里去 好 蔡博士 我们横山医院 一向是置身室外的 我知道 你不用担心 有什么事和薛探长说清楚 就行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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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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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